宇哥哥 蓝莺莺那个贱人竟然回来了 还带着两个野种 别担心 她敢回来 定叫她以最惨痛的方式 让她滚出去 宇哥哥真疼惜燕儿 不过那贱人再也不是蓝家的大小姐 以她如今的身份地位 在京城孤立无援 又怎能斗得过我 我恃不怀疑 我们昨日遇到的那个王爷 可能就是咱们的爹 太好了 我们有爹爹啦 娘亲果然是骗我们的 其实 你们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你们就能 没有爹 不不 都三个石中固住了 因为我还不回来 娘亲说 今日要进宫赴宴 见见故人 我猜那故人 定是娘亲的仇敌 娘亲这么久连回 宇哥哥 出世了 娘亲出世了 怎么办这么多啊 我们去王府 找那个叔叔 娘亲说 他是李王爷 他一定有本事 带我们进宫去找娘亲 哥哥 哥哥 我们的思维看起来好凶哦 我们要怎么进去 要不 问题不大 看我的 你们两个 鬼鬼祟祟的进府要干什么 王爷 带我们进宫找娘亲 我娘亲在宫中遇难了 哥哥说你是我们的爹爹 爹爹 你就帮帮我们吧 你叫什么 爹爹爹 请你们叫本王这句 本王带你进宫 导演 导演 感谢观看